我們一月主持 必須的五次大約就是 不斷斷斷斷修繕的方法 那或許有曾經在網絡上 看過捏痕的一些方法 不斷斷斷斷的方式可以進行捏痕 那這個被弱多疫運的回廟 那是如果你是想起家又想死的 其實是有聽一點點 可是還沒有完整 講慢一點再讓大家更詳細一點 說彌勒祖師然後教導我們很多的修辭法門 很多是講那個內盤 內盤以後的事情是這樣嗎 後面呢 其實孟學問你意思呢 就是如果以不斷煩惱方式進入內盤 不斷煩惱的時候然後進入內盤 這樣各位聽懂意思了嗎 就是那個維某爵他有講過 說我們不斷煩惱然後進入內盤 不斷煩惱進入內盤 就是我們要了解到 他那個含義就是講說我們 這個佛性都會傾心動念都有念頭 可是我們要等到全部的念頭都沒有 然後才進入內盤 是有一點好像比較困難 好像不是很頓化的那一種教法 所以他就講說不斷不斷內盤 然後進入內盤 不斷煩惱進入內盤 所以我們就是了解到這個一個頓教法門 就是講那個當下 所以也是一樣要了解真理 了解真理就是我們不生不滅的真心佛性本體 那個在這個理上來講 他是真如如如不動 那麼既然是如如不動 那所有的煩惱 反成所有萬象萬事 那全部都在我們如如不動的佛性本體之中 所以所有的煩惱也在佛性本體之中 因為這一種說法是比較上腎的根氣 他聽 因為一進入內盤 一進入內盤就是不生不滅 然後我們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都在 可是我們進入不生不滅的佛性本體 進入 可是他的功能都還在 他可以生知所有的煩惱 可是了解真理有根氣 他就會了解說 這一些煩惱本身就不是問題 而是我們眾生不了解到真理 進入煩惱的內容 那煩惱的內容就是形象 那形象都不實在 虚幻不實 那虚幻不實在 根氣很深的人 他就會說 根本就都嫁 都沒有 所以煩惱他不用斷 就可以進入不生不滅的問題 這樣了解意思嗎 了不了解 就是佛性可以生發所有的煩惱 可是所有的煩惱都是虚幻不實在 那既然都是虚幻不實在 我不會住相 不會住相也就不會住在煩惱的內容 那既然都不住在煩惱的內容 我可以進入不生不滅佛性本體 讓那一些佛性本體呈現的功能作用都還在 這樣叫做不斷煩惱而入內盤 有一點了解嗎 就是不會進入煩惱的內容 進入煩惱的內容就是住相 住在形象 住在形象 我們那個煩惱的內容就不一樣 就會被形象走用 住在形象 那有根氣的 他知道形象是因緣際會才呈現才有 演技則生 演善就美 那既然是因緣際會無常變化 那無常變化它不進入 你既然無常變化一直變化 我要住在哪個你變化的形象裡面 沒有 已經沒有那個變化的內容讓我住 那我就這一個煩惱就不是問題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不斷這些煩惱可以進入內盤 進入不生不滅的那個本體 可以了 因為你所生出來的這些都虚幻不死的 所以叫不斷煩惱而入內盤 比較要根氣 就是要先了解形象是假的 事情的來源 它也是因緣際會 全部都是習慣 都是無常變化 要先了解到這個根源 知道了以後才來講 不斷煩惱而入內盤 那假如說不知道這一些 這個因緣際會才呈現現象 因緣際會才有事情 不知道的話 我們來講 不斷煩惱而入內盤 就有一點不實際 這個是很實際的 它有實在的內容 所以我們了解說 能夠在緩程說 煩惱即是菩提 那個等於是說 它已經可以抓到佛性本體 因為煩惱都是從佛性本體生化 那既然你能夠生化菩提 生化煩惱就能夠生化菩提 那所以我不住在煩惱的像裡面 我來看生化念頭的 那個佛性本體 它就是菩提的 佛性本體生化的就是菩提 就是覺 那我們能夠在覺之中 那一些現象都稀幻不實在 所以重點就是了解說 形象是稀幻不實在 事情也是忌諱 一年忌諱才有事情 它都一直在變化 無常變化 所以一旦你了解 緩程的無常變化 就可以不用斷掉煩惱 就可以進入內盤 其實那個也是 我寫是覺得說在文字方面來講 因為他已經了解到這個程度 他的煩惱已經不形成問題了 已經沒有困擾 沒有困擾到羞恥者的心了 那假如說我們住在像 形象 那就差別很大 一定是煩惱 那煩惱就沒有辦法進入內盤 沒有辦法 那一定是障礙 那個前提 就是說他已經知道形象 虛幻不實在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看 一些經典文字的時候 就是要了解 文字跟意 要分開 有時候佛在講的時候 他講文字 比如說 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那所謂佛法者就是文字 語言 即非佛法 就是意 佛要傳達的意 那藉著文字啊 藉著文字來說 你要了解他的意 這樣了解吧 不然我們看文字 直接連貫 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是不是很矛盾 本身是不是很矛盾 所謂莊嚴佛徒者即非莊嚴 是不是又很矛盾 他本身就互相對立了 可是那個就要了解 那個所謂就是形象 即非就是性 那形象是欺貫不實 性是實實在在 所以那個所謂就是文字 那個即非就是意 佛要傳達的意思